雾峰的同龄社区卫储山区 距离诊所或是医院都有着相当的路程 如果遇上了紧急的医疗状况 这适当的急救处置十分的重要 这一天呢在社区活动中心 就替居民办了一场基础救命术的研习课程 让长辈可以懂得救人跟自救 还有幼儿的症状判断跟急救方式 让救护车来临之前可以争取到黄金的时间 挽救宝贵的生命 雾峰同龄社区的活动中心内 长辈们正认证的听课 小儿K医师正在讲解幼儿紧急症状的判断与急救方式 对于缺乏医疗资源的当地居民而言 当下的紧急处置相当重要 才能把握急救的黄金时间 如果我们可以传递一些 就是最基本的紧急救护的知识给这些长辈的话 不但可以帮忙争取这些小朋友救治的黄金时间 也可以让长辈在遇到儿童的危急状况的时候 比较知道怎么辨识 然后以及比较怎么处理 一定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这次的课程不止小儿急救 也必须让长辈们学习成人的基本救命术 透过资深的紧急救护指导员讲解以及示范 让长辈们懂得如何救人与自救 像现场都还有穿着雨鞋来的 他们早上先到果园里面 然后上课时间到了来到这边 所以他在果园里面有可能发生很多的意外 包括昆虫植物的毒害 那他们有时候会落单 落单的时候有一个SOP 不是落单的时候怎么求救 包括他的手机求救 让水员亲自操研急救过程 确认意识评估呼吸 施作型肺复苏数 让长辈加深印象在危急时刻便能应用上场 学到的一些从外观啊 还有一些呼吸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个特征可以判断 然后学一点急救的流程 如何在那个119还没到之前 做一个基本的那个评判 急救不只能防止伤势或病情恶化 除此得当还能挽救宝贵的生命 透过一个上午的急救课程 希望能照顾到同龄社区的长者与小孩 补足医疗资源匮乏的困境 记者赖一银台中采访报导